那第十三位药 太一于良 这个药呢 用的 跟它的用的用途 跟于良时用途差不多 所以我常常会有于良和于良时 两个是一样的 你们同时可以写 我故意这样的反过来 我叫你们知道一样 不要那么死脑 我非要写于良 于良时就叫什么东西 我轻易知道 我就是不认识它 也不要那么固执 那本经的原文呢 于良跟它差不多 你看自可立上气 质重的药 像晶石类的药 它咳气 那个气往上走 晶石类的药 都可以把气往下压 晶石类的药 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目的是往下走 好 往下走 那很多人练功夫的人 所以练功夫的人 很喜欢吃 躲到三里面 躲到三洞里面 没事就踩那个 十中午来吃 好 云石的洞 对不对 很多那个 硫磺好 什么都在里面 然后他就吃了 吃都吃很多 然后就正了 练功夫 然后整体往下走 长寿嘛 跑出来 因为石头吃很多 人长得像石头 所以他没有皱纹 看起来很年轻 这个九福是神仙 想到不知道 继续上来了 他说你看 吃下 这个九福奈寒 蜀不羁 有没有 轻身飞行 千里神仙 有没有 为什么轻身飞行 因为他在 这个不是真的去飞了 意思是 那种在山里面 他每天去这个 因为他主持 那他在山里面 活动跑来跑去 就好像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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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香 有没有 是那个色 他路 他就跑来跑去 你怎么追他 他每天在那边练 对不对 追不到他的 好 那他这种 里面有这个 太玉粮的 鱼粮酮为品质 就是比较鲜黄 那鱼粮食 比较暗黄一点 功能差不多 那鱼粮食的地方 比较多 甚至于台湾 很多河区里面 都有 你到石头 河边 那石头打开来 外面是石头 里面是咖啡色的 那就是鱼粮食 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好 好 你看那个包扶子的 金丹片 我都把它列进来 所以我们 我们把很多书 把它综合在一起 好 这个 里面练丹 过去怎么练的 这个 这个有 有取用到 金石类的药 那包扶子 最喜欢用金石类的 东西 因为他想去 做神仙嘛